作词 李宗盛 拨电话那一刻 却不懂怎么说 想突然词穷不知所措 你可爱的动作 单纯就我 我早已被你复活 听到下个周末 载着各自单车 去看属于两人的日落 当你说你也爱我的时候 我会傻笑着接受 点亮的月空星火 照耀了单纯门阔 听你唱这最喜欢的情歌 你说你不需要太多复杂生活 只要简单的承诺 只有我们的角落 没人打扰的快乐 城市在我们左右转动着 已经很独特 你也一样 就让我爱你 爱到无需无可 张静梅 你刚才为什么帮我说话 本来就都是我的错 这件事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没人打扰的 你怎么回来了 怎么了 怎么了 妈 怎么了 你不是去了游了吗 出什么事了 告诉妈妈 乖 没事没事 有妈妈在 小傻瓜 不哭了 乖 老爷 刚送来的资料都在这儿了 这种家事的人 竟然在本城出现这么久没有发现 看来郑教处的人简直是太闲了 听说她是顶替了名额进来的 我不管是什么原因 不能让她在小镇的生活中再出现 是 我马上去办 去去去去 龙爷爷 快快快快 把东西拿走 放开我 龙爷爷 你让我再看一眼龙儿衣吧 我看见他没事了 我马上就走 龙家的事不需要外人来操心 过来 不要让我再看见他 是 龙爷爷 哎 哎 不要没来 放开我 我来干bb 我来干什么 你 我来干什么 这就会干什么 我来干什么 我去干什么 你就会不这样 你是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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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昏迷不醒 一切都是因灵亡 不然也不会发生这么多事 龙儿一和海一哥 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靳成熙 你也离我远点吧 免得我连你一起连累 没事的 都会过去 对于你个人的决定 我们学校感到特别遗憾 这么好的学生 就这样离开了 希望你有好的前程 靳门 这样真的不公平 别难过了 这些书我就不带走了 留给你了 以后上课要好好听讲 别再睡觉了 靳门 好了 不哭了 别难过了 张靳门 你什么意思 你是要让我愧疚吗 事情都是我策划的 为什么退学的是你啊 要退也是我退 跟我去和董事会说清楚 谢谢你的好意 我心里了 我哪儿来的好意啊 是我害你的 跟我走 已经决定了的事情 谁说都没有用了 总之 还是谢谢你 我不知道事情会这么严重 对不起 我不会说第二遍的 我不会说第二遍的 嗯 知道了 有谁吧 你会发现家 犯下感觉 有点点 算了 你有点不忐 真的你 还想得到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太喜欢这种离别的场面 这段时间和大家在一起 经历了很多事情 我会怀念大家的 总之 谢谢大家 再见 李基青夜夜二十多年 这么随随便便就把你降职了 居然欺负到我真美丽投上来了 还有王法吗 来 去找他们 美丽 快坐下 算了吧 张德帅 你就是这个样子 别人才觉得你好欺负 你还看不明白吗 明白什么 那龙家出了这么大的事 他能放过咱们吗 那怎么办 我怎么都好说 不过这事啊 千万别告诉静美 不能让她有负担 你可千万别说漏了嘴 这还用你说吗 我回来了 静美啊 今天回来这么早啊 老师请假了 所以我就早回来了 好 好好好 妈妈 我可不可以不读本城了 为什么 对啊 还不是因为 我觉得本城的学费太贵了 这孩子 学费的事情啊 你就不用费心了 好好地念书就行了 对 老妈 不好了 老爸被降之一岗了 这 爸 你们都在啊 是因为我的原因吗 没有 静美 哪因为你呀 是你老爸我呀 想换一个岗位 对 你老爸在同一个岗位呀 待了二十多年了 换换也好 是啊 什么 姐 你被退学了 喂 静美 怎么回事 为什么退学 是不是因为龙家 对不起 爸爸妈妈 我被退学了 还连累了爸爸 这怎么是 是你连累了我呢 是你老爸我没本事呀 是妈妈不好 总想让你去高攀 妈 你别这么说 我知道你们都是为我好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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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美 不要委屈自己 那个本城 不毒也罢了 你是我们家的宝贝女儿 总不能让别人一个劲着欺负 对 静美 没关系 没有本城 我们换个地方一样毒 是吧 车到山前必有路嘛 就是 是 好女儿啊 你觉得有点感动 还有我 你走吧 我们受不了 感觉都挺好啊 你还参加过GA志愿者 这个项目 我做了很详细的结案报告 然后里面有很多的一手资料 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 后面还有很多 我在学校里面 然后蹭画过的项目 都写得很清楚 不好意思 我接个电话 喂 那还真是可惜啊 老师 你还是去找别的学校吧 老师 你还可以再看一下 我还有课 就不送了 静美回来了 怎么样了 是哪所学校啊 都怪罗爸不好 害得你没学校读 你也不要太自责了 有些事情是我们不能控制的嘛 爸 没关系的 这座城市没有学校读 我还可以去别的城市吗 别的地方 什么意思 我想过了 有龙家在的话 就算我跑再多的学校 可能结果也都是一个样子 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 我其实挺想换一个地方 重新开始的 什么换一个地方 你要去哪啊 小石城有一所技校正在扩招呢 我已经提交报名表了 而且他们也通过了 还能申请奖学金 不行 静美 你从小到大都是优等生 怎么现在去念技校 不行 绝对不行 妈 技校其实也挺好的 我小时候你不是也说过 一多步压身吗 技校也很好啊 而且 凭你们女儿的聪明头脑 肯定能考上更高的学历 你 不是 你去那个地方 我跟你妈不放心哪 那个地方很安全的 而且环境也挺好的 再说了 现在的交通这么发达 如果哪天我想爸爸妈妈了 我可以回来看你们的吗 静美 多怪老爸没有能力 保护不了你这个宝贝女儿 爸 你别这么说 让你们为我经历了这么多 是我对不起你们 好了 你们不要太难过了 我还要出去一趟 可能会晚点回来 去哪儿啊 去见一个朋友 不要太晚啊 你们早点休息 别等我了 早点回来啊 嗯 大嫂 你怎么来了 我知道 我现在不该出现在这里 墨渝他不是这个意思 他还好吧 他 他 他现在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但是 还是在昏迷当中 不过大嫂你放心 有我和鱿鱼在 嗯 你们 能不能带我去看他一下 就一眼 我看完了 就能安心地离开了 大嫂 可 娘 嫂嫂你去哪儿 能带我去见见他吗 谢谢 我们 也只能帮他到这儿了 我们去帮他把把风吧 走了 好 你不是说过 会一直抓着我的手不放吗 可你现在躺在这里 还怎么抓住我的手 你 不群我 就不能再抱抱我吗 对不起 我用凝望的口吻说话 为你留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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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我没来得及告诉我 你 你为我做的我都知道 你为我做的我都知道 真想再多说说话 就多虞眼见你 可是我对你做了什么 就多虞眼看你他呢 多给一个人 一个她 看事时间过了 赶紧走 别 别 大嫂 不好了 保安过来了 我们走吧 快走 走吧 走 走吧 大嫂 走 我走 好 我知道了 但是只要我不说停 你们就继续搜索下去 我是 不管是死是活 一定要找到 那好 那就这样了 拜托你们了 怎么样 小孩有消息了吗 到底怎么样了 要是小孩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也不想活了 我的小孩 从小就乖巧听话 跟我进了龙家 也从不提过分的要求 他是怕我受委屈 怎么懂事的孩子 怎么想 不会的 我相信 我相信小孩没事 肯定能找到 肯定 你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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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梅啊 你一个人在外面 交给你了 一定要好好的 把自己照顾好 知道吗 钱少了 或者发生其他的问题 你一定要打电话回来 记得啊 嗯 好了 好了 你稍微忍一忍 等过了这风头之后 爸爸想把马子给你接回来 等爸爸的消息 嗯 爸妈 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 好的 好 张栋帅 你不要再惹爸妈生气了 知道了 姐 在外面 在外面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嗯 好了 等安排好了 我们走吧 注意安全啊 走吧 走吧 快走 走啦 快走 再不走妈妈要哭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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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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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